我覺得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 在三年前的疫情 首先在中國的武漢發現 然後武漢製作城市付出相當慘重的代價 在社交媒體上我們看到大量的這種 突然倒地的這種死亡的案例 但是中國政府卻在極力的隱瞞 認為說是在可控的範圍之內 然後開始又封城 然後實在瞞不住的 大家知道在當時也是春節前 很快這個病毒通過這種春節之間的這種串門 然後流竄到全國 然後流竄到全世界這樣 這個是非常痛心的這樣一個消息 而且全世界在過去的三年 都做得非常慘重的代價 經濟低迷 大量的人失業 大量的人死亡 而且死亡人數已經超過數百萬之多 美國也超過到今天位置超過110萬人死亡 這是非常非常慘重的代價 我認為說 全世界已經不能再陳述一次 這樣子的一個疫情大流行 那這個好像事情又回到原點 因為中國政府突然放開 導致說這個疫情的非常詭異的速度 在蔓延 我看到官方數據說 可能只有數百萬人感染 但是實際上以我們自己的親身經驗 還有我們在中國的親友的一個反饋 還有社交媒體的大量的人員反饋 其實在中國實際上可能已經 百分之七八十的人 現在已經感染了在短短一個月之內 這是難以想像的一個速度 而且中國的人口基數非常大 另外還有一個詭異的是 我們在這個病毒在快速擴張的時候 或者傳播的時候 應該是人群密集的地方會比較快 然後大量的人員相互交流 但是在中國放開這段一個月的這段時間內 其實很多老百姓因為之前困了三年 還是非常膽小謹慎的 就是說大家其實已經把外出的機會減少了最少 但是即使是這樣 大家不怎麼交流 就是這種in person的線下的這種會面 次數大量減少 社交次數大大減少的情況下 還是出現了這麼數億人 幾乎在同一個月左右這樣感染 而且未來的一兩個星期 可能還會繼續攤上一個高峰 所以非常詭異 我們非常擔心說已經有一個新的毒株 或者幾個新的毒株已經變種產生了 而且看到一些死亡人數大幅度的增加 當然這方面中國政府因為它的不透明 它的不作為 我們看不到任何的數據 只看到各地殯儀館加班加點這樣一個情況 正因為這種不透明 加上這麼詭異的這個疫情的一個表現 讓我覺得說非常擔心這個新一波的疫情 有兩個方面 一方面對中國可能也造成很大的一個衝突 中國可能也會發生大量的人員死亡 靠這個硬挺過去 因為沒有看到中國政府做任何有效的措施 另外一方面也擔心說這個疫情 再次由中國蔓延到全世界 包括美國 然後讓全世界又付出非常非常慘重的代價 因為這個三年這樣的一個消耗 很多國家的國力其實做到很大的一個挑戰 如果真的是帶來一次疫情或者類似的疫情 或者說疫情更加嚴重的話 我真的難以想像這個世界會發生什麼事情